卡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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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卡 卡卡 好暗喔 對 通常呢 舌頭的問題 你不要鬥了王醫師都講不下去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舌頭 因為舌頭它一整個形狀 你要看整個形狀到哪裡 我就身多長 舌尖主要是跟心臟是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有點像 牆牆就有點紅紅 但還是要失火有點旺的感覺 對 那再出來一點點 再出來一點點 舌困體的地方是脾胃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它脾胃上面其實有一點濕氣的感覺 有點白白的感覺 兩旁是跟肝膽比較有關係 所以可能跟它的睡眠 最近可能會比較晚睡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現在 我動的時候可以動得很快 我還會連花蛇 這樣我們就再出來一點點 好 再出來一點就是 最舌根的地方 那個跟腎是有關係的 是 它腎的話表現得就非常的好 就沒有什麼異常的狀態 沒有腎虧啦 那個阿摩尼亞味我是沒有 那王醫師請教一下 為什麼有些人睡醒之後 我們剛剛講就一大早的時候 那個味道會特別重啊 為什麼 通常呢睡醒的時候 口水的分泌量會比較少 那種流動性也比較少 那進而就是讓細菌會一直滋生 那分解我們的口腔的異物 所以就會產生那種口臭的味道 那同樣的道理 其實啊低頭煮也要注意 所以像是如果你 時常是喜歡去滑手機的人 其實也容易會有口臭 那它的原理也是因為 我們在滑的時候 這個下巴往下抬的時候 這個姿勢其實會讓 口水的分泌量變少 尤其是三十分鐘左右 會讓你的口腔的細菌會變得很多 那異味就會變得更明顯 所以低頭煮啊 如果你是靠一隻手機 完成生活的大小事的話 那只是會讓嘴巴更臭 這些活動啊 像發音練習都可以讓我們的口水變多 這樣子細菌就不會一直滋生下去 像是第一個發聲練習 所以我們可以說 啪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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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 你看我們可愛的 可愛的搶牆 是這樣 啪啪啪 啦啦啦 啦啦啦 對 就是這個 反覆的這樣訓練 會讓口水分泌比較多 來 搶牆再示範一次 啪啪啪 啪啪啪 啪啪 啦啦啦 一百分 他這樣 我說得不準 對 王醫師說的才是 有沒有在陰鬼上 哪一卡子 老高 老低 你可以隨便跟我講 我也會女高一男低 我通通都可以 啪啪啪 我都會 看你想要哪一種 啪啪啪 啪啪啪 你要哪一種 王醫師哪一種 你都會吞蜜比較多 口水 輕輕的就好了 不然其實口腔會更乾燥 好 或者是一些舌頭的練習 像是可以伸出舌頭 那輸回去 再向上填 好 缩回 舌头慢慢再填嘴唇一遍 从右边开始 然后再换左边 一边各两次再来回一下 好 我们给他 掌声给他鼓励一下 这是睡不好的 睡不好的时候 你可以去喝一点点的 像是芹菜汁 或者是淡淡的蜂蜜水 薄荷茶之类 这个都可以让你的整个 神经比较稳定 那比较不会有 睡不着的虚火旺的症状 这个睡不好就是 我们讲的火气大 对 然后像是还有一些 如果是比较热性的体质的话 可以吃一些比较平性 凉性的食物 像山药 木耳 黑豆水 对 这些都很补充 你觉得它比较热性吗 因为你一直看 它热情如火 对 它热情如火 一定会热性的 看到我叫是早热 早热热性的 对 如果是比较平性 或者是凉性的体质 你可以补充一些坚果 像芝麻 腰果 核桃类的 这些都可以 看到一些偏方 都会喜欢用香菜 是不是 对 它其实是含有一个 有机成分叫做贴锡 所以它可以去抑制 细菌的生长 然后减缓口臭 都有很棒的效果 你喜欢香菜吗 我很喜欢香菜 我吃我要米刷 加一大把香菜 再加辣椒 还有一大把大蒜 对 讲对 而且我吃那个 像是吃那个肉丸也是 都要加香菜 还有控碗汤 也一定要加香菜 对 没错 对 那不能不加 N3是对的 那如果你是有肺热的状态 肺部比较热的状况的话 你可以用薄荷或香的方式 泡茶来漱口 或者是饮用 都可以减缓我们的口气 或者是说有胃热的状态 我们可以含一些甘草片 好吃好喝 甘甘甜甜的 然后再一整片就含下去 对 含下去 要咬吗 不用就含着就可以了 要泡水型 泡水当然也可以 味道真不错 这个是胃热的人比较适合 对 那味寒的就可能又用另外的吧 就不适合对 对对对 好 如果是干热的问题的话 就会有第二杯 那第二杯这个是 金银花跟菊花 泡制而成的 所以用喝的 会用漱口的方式都可以 啊这个有那个SPA味道 就是有那个高级SPA管的味道 嗯 有 我有这个高级SPA管 提供的这种 茶 这样的抒压 这个这个色感也有限时的味道 很好 好 那穴道呢 我们要预防口臭 是不是也有好方法 强强可以借我一下吗 强强借一下小手 对 我会很痛啊 保证 保证不痛 对对 所以第一个是内关穴 它处理是情绪的问题 如果你是压力比较大 心情不好的时候 按 说手掌这边有横纹吗 对不对 那三只手指 这样子横的 好 这样子摆上去之后 那用力的时候会有一个两条筋嘛 对不对 那两筋之中 就是在这边这样子 三只手指两寸 然后这个两筋之中 哎呦 会不会很痛 就这样贴上去 对那平常可以多按摩这边 会痛吗 这个穴位 会痛吗 这可还好 是还可以再加重一点 什么感觉 有没有按 我可以再加重 什么感觉 对 我觉得还行 对 可是有点痛 因为有点小痛 有痛痛 麻麻疏麻疑 如果你碰到这样 你病人该怎么办 有一种疏麻的感觉 还是本着医生 对 对这个救人的职质 事病有亲 这位是 河骨穴 那河骨穴的话 其实就让我们手并拢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虎口的地方 会有一个比较突出的 最高点这个肌肉突出之处 按压的时候会有点 会有点 酸酸的 痛痛的 那这个是 它是大肠筋的位置 这样会有点小痛 好按咯 对 要有点酸酸麻麻 对有点酸 它是处理肠胃的问题 对我肠胃不好 处理肠胃 我肠胃不好 有点酸 对对 有点酸 第三个是 银香穴 鼻翼这边往外延伸 直接水平的延伸出来之后 然后呢 这边有那个我们法令纹 虽然强强的看不出来 对 可是这边 OK 法令纹下来这里 法令纹这边的焦点 这处理像是鼻痘炎所产生的那种 雨腥味 这样子揉 好 非常舒服 好 这是银香穴 在鼻翼的外里 就是有那个脸部做SPA的感觉 心肺热 心肺热 对 所以就是这些点 所以这是在我们平常的时候 可以有效来预防 应该讲生理性的这个口臭问题 是的 希望今天王医师教我们这一些 让你每天都清晰 王医师他今天表现很好 他表现非常好 一百分 一百分 对 谢谢王医师 谢谢我们的强强 那么 各位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到我们的FB留言 还有记得最终订阅我们的YT 好 今天节目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谢谢